没有人知道这些怪物从何而来 它们只是突然从海面冒起 然后攻击人类 它们如山一般大 第一只怪物的出现 飞机坦克大炮轰了六天才将其打倒 此次袭击导致三座城市被摧毁 数以万计的生命惨遭毒手 接着只过了六个月 第二只怪物开始袭击 第三只 第四只 致死 人类深知这只是开始 不找到根本原因 袭击不会停歇 为此 各国联合了起来 集合资源 抛开一些对抗怪物 为了打败怪物 人类制造了自己的怪物 机甲猎人诞生了 每次怪物出现 机甲都能及时阻止怪兽前进的脚步 之后人类开始打胜仗 突然一切都变了 随着袭击频率增加 怪兽在适应 它们不断进化 现在穿越过来的都是四季怪兽 而机甲的实力取决于驾驶员的能力 驾驶员越战越少 由于没有出色的驾驶员 猎人计划终止了 人类决定转攻为兽 于是在海岸建策反怪兽墙 这天 查播了一条新闻 新年出现怪兽 不到一小时就冲破了海防城墙 跑在第五代机甲 尤里卡突袭者 及时启动 最终打败了怪兽 这时 机甲猎人将军 降落在了海防墙角 他是来到男主的 邀请他回归战场 原来男主曾经是一名驾驶员 五年前一次行动中 他的哥哥牺牲了 从此一蹶不振 将军说道 世界末日就在眼前 你选择死在这 还是死在机甲上 男主莫非出信决定回到前线 香港的破碎穷顶 将军告诉男主 曾经有三十台机甲 但现在仅存四台 一台是中国的暴风赤红 最乡猎人之一 一台是俄罗斯的切尔诺阿尔法 一台是澳大利亚的 尤里卡突袭者 最后一台 则是男主曾经驾驶的 危险流浪者 哥哥伺候他也一起 致力打败怪兽 并独自操纵残破的流浪者 返回海岸 人类才得以修复他 你所看到的就是人类 最乡兵器 巨大如山的机器人 每一步都是雷霆万军 如今流浪者重返战场 男主需要一名副驾驶 Gate最默契的是 这名日本姑娘真子 但他们没多于训练的时间 这时候出现了 两只四级怪兽 其他三台机甲同时出动 流浪者则留下待命 暴风赤红率先遇到怪兽袭击 暴风赤红启动三把旋转刀刃 帅呆了 暴风赤红 手臂狂舞 肆意地切割怪兽 怪兽一把抓赤红手臂 赤红启动推进气 凌空而且一个借力将怪兽甩飞 身后的切尔诺紧接补刀 对着怪兽就是一通爆锤 但四级怪兽不是吃素的 怪兽发力顶翻切尔诺 转头将敌意集中在赤红身上 当倒般的尾巴袭来 直接捏爆了赤红的驾驶舱 战斗民族怒了 决定为队友报仇 还没近身 不料怪兽嘴里吐出了强酸 切尔诺机体被腐蚀 减守真谛的突袭者不得不增援 突然另一只怪兽从海底一跃而起 当场撕碎了切尔诺 增援过来的突袭者 只能按住强酸怪兽暴打 正准备启动导弹终结怪兽时 另一只怪兽释放了蓝光冲击波 方圆白里的电力系统全部瘫痪 竖控装备的突袭者只能原地乏战 这时候要相信光 怪兽身后一束强光袭来 是危险流浪者 只有他是模拟装备不受断电影响 怪兽恐怖的力量竟将流浪者甩飞 流浪者滑行好久才停下 流浪者冲刺选择应当 跳过去就是一旗暴锤 接着启动火箭飞拳 这一旋暴击 怪兽脑花子嗡嗡的 怪兽抓起灯塔就轮流浪者 流浪者也不甘示弱 抓起集装箱回击 怪兽急眼 打不过就得死你 流浪者淡定的打开等离子炮 持续射击怪兽手臂被打断 终于倒下了 接着流浪者轮起火轮 找破坏城市那只怪兽走去 也不惯着他直接开轮 怪兽被打得满地找牙 怪兽还想乱吐痰 流浪者灵活躲过 怪兽叫他做人 将怪兽舌头拽了出来 怪兽暴怒了 双脚死抓流浪者 竟挥动起了巨大翅膀 他越飞越高 飞出了地球 加持仓的氧气快速流失 危急时刻 真子想到他们有一把装备 锁链剑 为了给家人报仇 真子控制流浪者 全力的飞出这一剑 尸痕的流浪者急速坠落 距离地面两万英尺日 男主孤注一掷 启动胸口燃料推进 最后流浪者安全着陆 人类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 他们必须尽快修复两台机甲 因为还有一场终局之战 人类和怪兽的决战 即将开始 全人类最后的两台机甲 被投掷进太平洋里 他们朝着深海缓慢前进 次次任务是将炸弹 投进四元穿越口 有两只怪兽镇守在此 距离入口不到三百米时 怪兽突然停下待命 同时两个科学家 通过研究怪兽大脑得知 入口会识别怪兽基因 必须骑着怪兽进去 不然炸弹就会偏离穿越口 原来两只小弟不动 是为了迎接老大 一个庞然大物缓缓升起 是一只五级怪兽代号毒妇 同时 后方怪兽增武 攻击了流浪者 流浪者和增武缠斗在一起 拿出铁链剑准备结果踏实 另一只怪兽驯龙发起袭击 流浪者手臂直接被撕碎 流浪者只能用另一把铁链剑 刺进增武的口颅 增武不但没死 还弹飞了流浪者 驯龙也再次折挥攻击 流浪者突起铁链剑 突袭者这边 被毒妇用触手打飞好远 毒妇猛扑过来 和突袭者近身肉搏 结果吃了没武器的推 被突袭者刺伤 毒妇打不过 只能就叫增武过来帮忙 两只怪兽打算加击突袭者 突袭者决定为流浪者 轻出一条路来 启动了核反应堆 海洋被炸出了真空区域 接着海水急速涌回 两次冲击流浪者几乎瘫痪 流浪者拖着怪兽的残骸 一蹶一拐地走向裂缝 无疾怪兽竟还没死 流浪者先发制人 开启后推动器 一把抱住怪兽坠入裂缝 男主启动胸口燃料 烧穿了怪兽心脏 流浪者顺利坠入裂缝 来到外星人的世界 这里阴森恐怖 到处都是怪兽 映入眼帘的 还有一个诡异的球体 男主及时启动核反应堆 乘坐就身仓逃生 一身巨像流浪者爆炸 一丝空间被炸的洗碎 冲动穿越路口也崩塌了 男主和真子在太平洋上扶起 任务完成 虽然人类个体非常弱小 只要团结一致 必定坚不可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